考你一点数学体验 行不行 因为你刚刚说恐惧 试试看行不行 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初五 你看数学啊 实际上很重要一个应用 就是编码 密码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唱歌 一代表躲 二代表雷 是不是音乐 那我们伯克一样的 那同样的这个七 我可在躲了米花 出了细的细 对不对 这个伯克的顺序 是袁老师自己设计的 所以他就相当于一首歌 你要切的话 他就把这个顺序就调了 切一下 随便拿一个 你掐走了以后 那你就把这一张就拉走 好 不让我看 因为我看不到任何牌 所以我这用耳朵来听 那现在我的目的是 我要听这个东西 找了一张牌 那你拉走什么东西呢 你拉走了一张梅花 是二 完全正确 是吧 这个一定不是魔术 是的 一定就是数学 是数学 对对 现在还能再切吗 当然了一下 你还是切 谁并切 切完以后 你还是把这张牌拉走 最上面拉张牌 对吧 还是同样道理 我还是靠听 这回你拉着是一张舞 什么花色的 那当然是方块了 您教我一下吧 这一教太厉害了 这个因为用到的知识 是要大受以上了 大老师跟你说一下 我受伤了 没有没有 我一个研究生毕业 袁老师说 这个你学不了 这个需要大学以上的知识 这个事离 你怎么做啊 这个有些烟链 我有个人